在 12s 系列发布会上 除了搭载骁龙 8 Plus 的 12s、 12s Pro、 12s Ultra 之外 小米还发布了另外一款 首发搭载天玑9000 Plus 的机型 小米 12 Pro 天玑版 所以说也有不少小伙伴问大米 这次天玑9000 Plus 的性能表现怎么样 小米对于发哥旗舰平台打磨优化效果行不行呢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吧 虽然说这个机子是和小米 12s 系列一起发布的 但是从型号秘密来看 小米是把它定位成了上半年 12 Pro 的衍生版 连官网的宣传标语都是一样 快更稳 而且比较有意思的是 这个机子竟然是不在米家 小米专门店这些线下渠掉售卖的 只在线上销售 外观上来说 除了背面摄像头部分的莱卡标 其实 12 Pro 天玑版和 12s Pro 基本是一模一样 实测厚度是 8.6mm 重量方面天玑版轻了两克左右 硬件配置方面 12 Pro 天玑版电池容量从 4600mAh 提升到了 5160mAh 但是快充规格从 120W 变成了 67W 并且砍掉了无线充电功能 根据我们这边的实测 天玑版这个 67W 快充速度同样也是比较菜 15分钟快充电量是 8.39W 短时间的回血速度 还不如 K50 上的残血版 67W 完整充满耗时是 50 分钟 另外一个主要差异就是相机的规格上 天玑版主色还是 MX707 加光学防抖 但是两倍人像镜头变成了 500 万微距 JN1 超广角 堪称了普通 1300 万像素 相机样张分析我们后面会提到 先来看一下天玑 9000 Plus 的性能表现 相对于骁龙 8 Plus 工艺制程换代 这一次天玑 9000 Plus 相对于上半年的天玑 9000 基本就是处理器频率上的变化 工艺制程依然是台积电 4 纳米 X2 大核频率从 3.05 GHz 提频到了 3.2 GHz GPU 频率从 848MHz 提频到了 955MHz 其他方面基本没啥变化 从Gate Bench 5 的 CPU 跑分成绩来看 天玑 9000 Plus 和骁龙 8 Plus 基本在同一个水平 单核是 1336 多核是 4312 上半年 K50 Pro 的天玑 9000 多核最高可以跑到 4510 分 但是当我们用 K50 最新稳定版系统 重新跑一遍Gate Bench的时候发现 这多核成绩是怎么都跑不到 4500 以上 单核 1200 左右 多核是 4200 左右 难不成这个跑分优化也分不同时间段 再来看下 GPU 方面 3D Mark Wildlife 无限制模式 平衡率从天玑 9000 的 52.8 帧 提升到了 58.5 帧 性能提升了大概约 9.7% 落后骁龙 8 Plus 约 10.7% 这里我们也是直接测试了一下天玑 9000 Plus CPU GPU 的能效情况 因为工艺制程没啥变化 超频后天玑 9000 Plus 的分值功耗也变大了些 在 Ender Spec 06 测试中 天玑 9000 Plus 3.2G 大核的得分是 48.33 功耗是 3.48 瓦 实际能效得分是 13.89 性能提升的功耗同样也上升了些 当然这个大核测试成绩不如骁龙 8 Plus 的原因 大概还是和跑分版名单有关系 非跑分版名单应用内存频率没有拉满 A720 综合的测试还是和之前一样无法锁定 跑几十秒会直接把进程迁移到超大核上 所以说无法完成测试 GPU 方面 GFX Bench 曼哈顿 3.0 离频渲染测试 成绩是 252分 性能相比天玑 9000 提升了约 11.5% 但是功耗也提升了 18.2% 能效下降了 5.7% 看来这个 955MHz 的频率估计也是到了能效拐点了 性能有进一步提升 但是功耗方面也增加了不少 骁龙 8 Plus 性能比天玑 9000 Plus 强 6.3% 能效强了 21.5% 在更高复杂的阿兹德克 1080p 测试中 天玑 9000 Plus 的成绩是 111 性能比天玑 9000 强了 9.9% 功耗提升了 12.2% 能效下降了 2% 左右 骁龙 8 Plus 性能比天玑 9000 Plus 强了 12.6% 能效强了 8.9% 当然理论的跑分性能测试大家参考一下就行 毕竟对于手机来说 动辄 8W 9W 的 GPU 功耗 基本是无法满血发挥性能的 更重要的还是日程的流畅度 游戏实测以及续航这些方面 先来看一下处理器的性能调度情况 骁龙 8 Plus 的 12s Pro 在程序打开加载环节 CPU 综合大核频率可以标到 2.57GHz 加 2.85GHz 而同样是均衡模式下 12 Pro 天际版就明显要怂很多了 程序打开加载的时候 综合大核频率最高都是 2.45GHz 加 2.3GHz 进入英文之后的点击操纵也是这个频率 但比较尴尬的是 这个机子日常使用温控非常严苛 比如说你后台下载一个游戏 下载完之后其实机身也没啥明显发热 这个时候日常应用的信息流中和大核频率 会并进一步限制到 1.9GHz 如果是玩一局王者要切出来 机身只是温热 但应用的信息流页面 CPU 频率会被进一步限制到 1.5GHz 以内 就会导致流畅度明显向降 之前 K50 Pro 的日常调度虽然说也怂 但是信息流页面至少中和大核 可以保持在 2.25GHz 加 2.0GHz 隔壁 X80 日常调度就明显要开放许多了 这些游戏的 2.85GHz 加 3.05GHz 并没有这么严重的线平问题 感觉小米 12 Pro 天玑版的调度 完全就是把天玑9000 Plus 当成火龙八镜来训 甚至这个温控还更怂 就挺离谱的 相对于日常流畅度优化不佳 这次 12 Pro 天玑版游戏表现倒是不错 游戏中心开启 GPU 高质量 原神 720p 分辨率 15分钟游戏平均是 58.1帧 整机构是 5.8W 机身最高温度是 45.6度 对比骁龙 8 Plus 的 12s Pro 来说 这个表现基本也在一个水平线上 王者流畅1080p 90帧 极致画质档位 平均是 90.1帧 帧率波动相对 12s Pro 大些 但是功耗控制的不错 整机构是 3.2W 最关键是 12 Pro 天玑版王者流畅 它是不强制降分辨率的 而 12s Pro 截至到目前系统 王者流畅依然是强制降 900p 左右 所以说米外针对不同机型的优化 确实就有点迷惑 明明天玑9000 Plus 相比8件1是强不少的 但日常性能调度松了一批 明明骁龙8 Plus 的GPU能效很强 但是 12s Pro 12s Ultra 王者流量吃鸡 都是强制降分辨率的 日常怂调度的情况下 续航表现倒是不错 在我们300nit 5G加WiFi混合续航测试中 最终亮屏续航成绩是 6 小时 37 分 至于 iPhone 13 Pro Max 和 12s Pro 之间 比上半年 12 Pro 是强了很多 既然是小米首款天玑旗舰平台的机子 那么它的相机算法打磨优化怎么样 应该是各位小伙伴比较关心的 从日常拍摄对比来看 一些大光比场景里面 12 Pro 天玑版的表现和 K50 Pro 几乎是卢出益者 比如这组组传的窗户样张 两者高光都是白花花一片 同时暗部存在比较明显的噪点 再比如说这组样张 12 Pro 天玑版和 K50 Pro 阳光照射部分都没办法正常还原墙体的细节 12s Pro 的 HDR 效果则都是正常压下来的 另外色彩方面 12 Pro 天玑版目前系统版本 很多场景存在色彩偏红的问题 比如说这组公园椅子的样张 再比如说这组铁树的样张 树干主体明显偏红 到了夜景环节 毕竟传感器层面 MX707 相比 HM2 是强很多的 12 Pro 天玑版相比 K50 Pro 优势还是很大的 比如说这组样张 K50 Pro 基本是黑漆漆一片 毫无细节可扬 12 Pro 天玑版和 12s Pro 小图观感的基本接近 但放大看的话 降噪这一块 12 Pro 天玑版依然会比 12s Pro 差些 天空部分存在比较明显的噪点颗粒 这组样张也是类似情况 高光亮度细节表现都OK 但是放大看 天玑版的降噪效果 却是比小罗版的差些 至于超广角 因为硬件本身的差距 肯定是不如 12s Pro 的 但是因为有自动夜景算法 相比 K50 Pro 的超广角 没有自动夜景 效果依然会更好些 主摄两倍裁切 相比 12s Pro 的纯两倍长焦 解析力上要差些 其他方面 12 Pro 天玑版和 12s Pro 差别确实不大 2K E5 屏幕 默认模式 无论是分值激发亮度 还是屏幕的实际色彩较转 观感基本是一模一样 当然原色模式下 我们手上这台 12 Pro 天玑版的色准 要比两台 12s 少了些 平均第二台 1 是 1.4 高刷策略方面和 12s Pro 一模一样 默认智能刷新率 30 款长远 App 有 17 款锁了 6 摄子 8 款锁了 9 摄子 只有 5 款应用是 120 摄子运行的 高刷割裂感比较明显 手动切换到 120 摄子之后 恢复正常 30 款长远 App 锁了 7 款 视频内 B 战和优酷解锁了 120 摄子 其他依然是锁 60 摄子 OK 那么简单总结一下 天玑9000 Plus 相对于天玑9000来说 分值性能确实更强了些 但是因为工艺制程没啥变化 更高处理器频率也带来了更高的功耗 类似于以前骁龙 8 5 到 8 5 Plus 8 65 到 8 70 这种 核心体验其实相比上半年天玑9000来说 基本不会有啥大变化 对比骁龙 8 Plus 主要差距还是 GPU 能效这一款 而小米 12 Pro 天玑版这台机子 给我的感觉就是小米可能自己都没想好 这个机子到底是什么定位 更像是为了出一款天玑9000 Plus 机型而出的 上半年 12 Pro 因为 8 件太拉垮 导致日常流畅度 游戏需要这些核心体验不行 需要换芯片来提升产品力 那么也就有了小米 12s Pro 但可能是为了避免 12 Pro 天玑版和 12s Pro 产品定位相互打架 所以说整体规格上 砍了相机长焦 超广角 同时也砍了无线充电 OK 那么砍就砍吧 理论上 12 Pro 天玑版 各方面的综合体验肯定是要明显好于 8 件 1 的 12 Pro 的 从实测结果来看 游戏流畅度 续上表现确实不错 但问题是日常流畅度 压根没去好优化 甚至是按照火龙处理器的标准 来做日常性能调度温控的 12 Pro 天玑版的马达震感调试的不错 尤其是打字的震动效果甚至要比 12s Pro 调的更好 但实际使用过程会遇到 如果你打开相机拍照之后 打字的震动就会出现明显的下降 需要重启之后才能恢复 作为 3999 元起售的机子 它的主摄硬件规格其实不错 但相机算法调教上 并没有像宇宙X80系列那样 去好好打磨发哥旗舰平台 去优化不同场景的成像画质 综合主场馆三射的效果 在综合的成像表现上 相比同为天玑9000平台的X80 差距依然是挺明显的 所以目前来说这个机子我是不推荐的 属于是不调好期间发布 截止到发视频也没有任何更新推送 可以等一波后续优化看看 又或者说还是期待一下隔壁Redmi K50 Ultra吧 OK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 还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给三连支持一波 这是我们继续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 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